大家我是爆竹 未来世界核污染严重 地球上的生存资源急剧捐少 政府规定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次 搞事的人将会关进监狱里面 结束蓝色激光的酷刑 美国动作科幻片 天欲飞龙 又敏魔鬼武器 在这个只允许生育一台的世界 杰克和肉斯不幸失去了仅有的一个小孩 喜欢造人的汤味又重新要了一台 在经过边境检查的时候 肉斯被视频检查出怀有生育 这就严重违反了计划生育法 搞不好是要杀头的 杰克特种兵出生 下手够能 三两招就让现场的士兵大道捕开 让肉斯先过关逃走 知识功夫再高也怕被咬 士兵直接放出一条警犬 顺利制服了杰克 将他关进了一座私人地下监狱 关在这里的每一个犯人 身体都会被植入一个自爆装置 用来坚持和控制犯人的狱举一动 整座地下监狱共有33层 比18层地狱还要多出不少 这里所有的一切 都是由人工智能进行操作观点 包括犯人拼持了吃喝拉杂碎 刚来到这里的第一晚 杰克就因为太过于想念重视 做起了蠢梦 智能监控精准读集到他的梦境 还将画面传出了监狱长超颜那里 全方位多角度的进行实时之 感觉就像在跟小电影一样 不得不说这种超黑科技的东西 很有市场前进啊 都说当兵的都是很有正义感的人 杰克因为看不惯欲罢大佬 欺负事业和对方干了起来 在监狱里面打架搞事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智能监控马上启动 三人停了自爆装置 告诉他们像是生小孩一样疼痛 所有伤人被关在一个 蓝色激光的牢笼里 光柱产生热闹 使人感到眼热冒汗 一旦受不了碰到光柱 身体就会被灼伤 室友因为胆子比较小 不敢只认大佬搞事 杰克主要假装成人 是自己先动手的 于是被带到九狱长潮岩那里 潮岩知道杰克是特种兵猛的 打架斗舞什么的 也是非常在行 但是现在肉色已经在他手上 就算再怎么威猛 也要学位听话服从才行 这边潮岩刚搞完 那本来大佬又找上了他 不给点颜色他瞧瞧 大佬就没法在这监狱混了 潮岩在那边看着 没有阻止他们 静静地观看这一场 难得一见的单挑肉搏 眼看大佬就快要甩下去 潮岩命令杰克弄死大佬 只要照他的话去做 杰克就会是美心的监狱大佬 但是杰克拒绝了 将大佬拉拉上来 对于战败的手下败将 留着也已经没有什么用处 潮岩直接一炮 送大佬去了上帝那里 这一切都被管着女主军兵球的肉丝看到 两日终于500唱情歌 再度重相逢 短短几分了亲情之后 潮岩开启了洗脑情绪 将杰克和肉丝的记忆 写成了肉丝和欲巴大佬 让他以为肉丝肚子里的孩子 是欲巴大佬的 另一边的潮岩也没有闲着 只要肉丝答应做他的老伴 他就会放过杰克 肉丝为了杰克 最后只能无奈答应 就这样杰克被放回了老法 客气看起来已经不太正常 做了潮岩敷衍的肉丝 意外发现潮岩竟然是半极限的人类 利用他对自己的信任 肉丝用酒水搞晕了潮岩 然后操控智能装置 制好了杰克的非正常脑袋 杰克既外和其他室友 一起越狱出去 拿出之前搞到了一个自爆装置 研究出了这东西里面的 磁铁异性相性的原点 于是重者利用这个东西 搞出了各自体内的自爆装置 再和肉丝来个理应外合 搞到水晶 研究出了检疫构章 和逃生路线图 说干就干 重者出力炸开了通风管道 刚流进去没多久 潮岩就放出高温争气 将他们困在里面 趁着狱警流进来的时候 杰克三连着就让对方拿下 这才发现这些家伙 都是半极限制 有了重型强炮的加持 杰克一路撒到潮岩那里 发现若是正在另一边 被迫进行隐藏手术 杰克携止潮岩作为人知 结果潮岩因为违抗智能装置的命令 被一炮打成渣渣 随行的技术者 三连车就黑掉了智能系统 半集起来一拳 随后也中毒瘫痪 囚犯纷纷逃了出来 杰克顺利救手若是 开着两种卡逃了出来 若是也在班路上一个地方 生下了孩子 随之卡车的智能系统 又突然启动 自动驾驶撞上两人 杰克最终靠着敏捷的身手 搞爆了卡车 上次不当命大活了下来 又开始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看马蜂 我只想说 男女主角拼死拼活 都要保住二胎了 你又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培养未来祖国的花朵吧 嗯